2022年 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想要回到2019年 2019年 第一批90后 即将迈入30岁的那年 2018年底 美团创始人王兴 在他的饭否主页上 发了这样的一段话 这句话 当时人们是当赛博笑话看的 或者理解成互联网行业 例行裁员前的一次舆论铺垫 总而言之 人们绝不相信 这就是未来十年中 最好的一年 从2019年一开始 大家都开心不起来 农历新年前后 青海玉树 遭遇了十年一遇的血灾 受灾人数近60万 有几万只动物 在大雪中被埋 3月30日 四川墓里又突发森林大火 在这场火灾中 有30位烈士离开了我们 其中最小的消防员 年仅18岁 火在2019年 是一个不祥的符号 2019年的人类世界 有很多我们所珍视的东西 都毁于火焰 4月15日 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 整座建筑损毁严重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 让全世界哗然 由此引申出了许多 关于政治 宗教 与种族的阴谋论 但更多的人 只是感到遗憾 毕竟作为全人类的文明遗产 自己也许 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看 同年又发生了 被称为是动画界911的 京都动画纵火案 许多陪伴过我们的作品 与他们的作者和原稿 一起留在了金阿尼 有人说 这是日本经济社会 经济长期下行的 必然悲剧 也有人为黑白页面的 B站翻驱 吵个没完 再之后 令人绝望的大火 又长久地盘踞在 亚马逊森林 地球之沸 险些被烧穿了 火 不是2019年 唯一的苦难 3月10日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一架全新的 波音737 MAX8客机 在起飞6分钟后坠毁 骑上149名乘客 和8名机组人员 全部罹难 4月21日 斯里兰卡首都 先后发生了 8起连环爆炸案 有253人 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 其中6人 是中国公民 我们意识到 仇恨也是构成 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这个被技术和协定 包裹起来的世界 实则动荡不安 但是 2019也并非 都是坏消息 天气和新闻 让人焦虑 但是我们却从星空中 获得了许多慰藉 那一年 嫦娥4号传回了 人类首张月球背影 我们终于看清了 神秘的月之暗面 紧接着 《流浪地球》上映 无数走进影院的观众高呼 属于中国人的 科幻电影时代 终于来了 北京道路安全委 提醒您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这句话 在全球 被以28种语言播放 所以很多人 把2019 称为中国科幻电影 元年 不过 也有人说 是元季的元 因为那一年 还上了一部电影 叫做《上海堡垒》 高兴的 不只是影迷 还有球迷 2019亚洲杯 中国男足 2比1 逆转泰国 打进八强 给中国人民 打了一记 强心针 网上到处都是国足的 精彩进球极锦 尽管最终不敌伊朗 无缘四强 但是赛后队长正智 哽咽着道歉 还是感动了很多球迷 大家都觉得 我们仍有希望 2019年 科比来到深圳 参加了篮球世界杯的 抽签仪式 上千名穿着 24号队服的球迷 在体育馆外大喊 科比一生儿子 其实 2019年的世界体坛 并不算太平 2019年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将俄罗斯 从国际体育赛事中 驱逐四年 我们第一次知道 奥运会 可以将一整个国家除名 我想我们有理由认为 这一决定 是出于政治目的 不过紧张中 也有松弛 那年7月 俄罗斯与乌克兰 交换了双方背扣人员 普京说了 这可以视为 两国关系 正常化的一个步骤 如果赵本山的小品 昨天 今天 明年是在2019登上春晚的 那我想 关于这一块 他也许会说了 国外比较乱套 成天勾心斗角 今天委内瑞拉脱欧 明天澳国首相被炒 闹完贸易战争 又要弹劾领导 纵观世界风云 风景 这边独好 电话门 让特朗普 在2019年成为 美国第三位 被弹劾的总统 然而 彼时这些 宏大风云 和隐晦征兆 在我们看来 或许更像是 模糊的时代噪音 随着2019年的天气变暖 人们的内心 也开始逐渐回温 太阳照常升起 我们依旧期待 时代的夜晚 有人说 2019年 我度过了人生中 最浪漫的一个夏天 蒸汽波 Citipop 低宝珍 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 审美财富 随着中国人均GDP 突破1万美元大关 突然在这一年 回潮 2019年 宝石Jim的 野狼Disco 横空出世 重工业港风 和蒜味 蒸汽波 随着全民短视频热 把东北文艺复兴 推向高潮 社会镜头 也忽然重新关注起 后工业时代的 乡村与城镇 药厂 下班 失落的商场 和学校 被冠以 土法炼钢的 缅怀与幽默 中原青年们 若要掀起一场 华北浪漫革命 90后所经历的时代 开始被浪漫化 属于80后的 罗曼蒂克 也开始现实返场了 第六代的 文艺片导演们 在2019年的夏天 到来前 集中回到大银幕 把过往时代的伤痕 凝结成了 精致的文化糖霜 曾经的理想主义 代言人们 也在2019年 频繁亮相 就像韩寒 拍出了 《飞驰人声》 沈腾一脚油门 带着中年人的青春 飞越 巴音布鲁克的海洋 当然 也有理想主义者 在2019年 黯然离场 2019年 罗永浩正式与 锤子科技剥离 老罗欠下了银行 合作伙伴 和供应商六个亿 同年 一个叫做李佳琪的年轻人 靠直播带货 赚到了第一个亿 Oh my God 买它 宣告着 社交电商 已经成为 理想主义者的后半场 2019年 是重逢的一年 解散十多年的 Jewside乐队 和达达乐队 先后宣布重组 更令人高兴的是 2019年夏天 还有一档 叫做乐队的夏天的节目 在主流视野外 游荡多年的 中国摇滚乐 终于等到了一次 成功的商业化的尝试 弥留在 《九四红刊一梦》里的 摇滚青年们 感叹说 中国摇滚乐 终于要出圈了 没有理想的人们 或许从此以后 不用再伤心了 然而 不止摇滚乐 所有在那个夏天里 跳舞 饮酒 在现场吹着晚风 拥抱朋友的 音乐爱好者们 当时大概都没料到 2019年是时间 留给他们的最后窗口了 2019年也是 告别的一年 漫威宇宙第一纪元 在这一年迎来终结 超级英雄们 在不爱你三千遍的口号中 下岗再就业 电影院外 如同过年一样的人潮 似乎已经剧透了 灭霸响指的失效 当然 有些告别呢 就明显少了几分 诚意和体面 比如权力的游戏 一个壮阔的故事草草收场 似乎给21世纪 10年代的终局 开了个坏头 这一年 很多熟悉的人 离开了世界 唐丸爷爷 顾方舟 中国清淡之父 于敏 散文作家林清玄 建筑大师贝玉明 演员高以祥 崔雪莉 聚和拉 他们每个人的离去 都带走了我们 过往生命中的 一部分记忆 日本声优 有本青龙 也在这一年辞世 海贼王中 由他配音的白胡子 在退场的时候说 我是时代的残党 这一年 还有很多漂亮的故事 成了梦幻泡影 李晨和范冰冰 文章和马依丽 贾乃亮和李小璐 郑爽和张衡 分手的分手 离婚的离婚 每天打开微博 都会有人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出轨风云的 吴秀波 学术造假的翟天林 从此以后 人设他房和吃瓜反转 成了当代赛博生活的 调味剂 而在屏幕之外的 广阔天地中 有470万对夫妻 选择在这一年 结束了 他们的婚姻关系 结婚人数 则创下了 十年新低 2019年 第一批90后 即将迈入30岁 然而他们发现 他们没能拥有一个 儿立的时代 758万高校毕业生 走出象牙塔 他们成了 10年代最后一批 能够自由进行 毕业旅行的年轻人 在毕业前夕 他们也第一次听到 Jack Ma提及 996是福报 第一次听到 Richard Liu说 混日子的人 不是我的兄弟 相比第二年 未经心理按摩 就被投入内卷 大潮中的 874万学妹学弟 不知他们是幸运的 还是不幸的 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 大学生在想着 offer和简历 上班族已经开始计算 春运抢票的日期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 他们都写下了 自己对一年的 住院和期许 有些关于生活和爱情 有些关于 穿越世界的旅行 12月30日晚 网络上 忽然蹦出一个 在当时看来 不太起眼的热搜 武汉发现 不明原因肺炎 高赞评论中 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希望虚惊一场 怀念过去 展望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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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